老街上一位90岁的老太太和60多岁的看护生活在一起 无儿无女的老太太立下遗嘱 要将遗产捐给当地大学成立奖学金 老太太把她的遗嘱当成了一个秘密 然而所有的人都暗地里知道了这个秘密 为了那不知确切金额的遗产 看护 侄子 侄女以及学校之间 开始了一场暗地里的竞争 周晚监视点 记录观点 我最后的秘密就在公事 三千口过去